嗨,你們還有個觀眾朋友 大家早安 今天淑莉來到我們花蓮玉裡的 芝羅部落 為的是尋找 其實在阿美族人阿嬤時代 的太白粉還有阿嬤時代的零食 也就是長得很像蟲蟲的葛玉金 除了葛玉金之外 還要來體驗我們在這芝羅部落 非常有名的 在大腳壓的稻田餐桌 你看我們現在就在這個稻田餐桌上 你可以看到除了有我們阿美族的美女 在跳迎賓舞之外 那麼也要麻煩攝影大哥 趕快來拍一下 Focus一下我現在面前的這個餐桌 哇,好豐富喔 在我身邊的就是 在我們這裡 這個整個協會 還有就是我們部落在整個稻田餐桌 非常重要的人物 這位美女 阿美族的美女 也是我們的理事跟執行長 秀 裕會 裕會 你可以來帶我們來看一下 這也太豐富了 而且啊 我覺得好繽紛喔 尤其你說最重要 我們要來為大家開箱的是這個飯 對 到底這個飯有什麼玄機 有什麼特別呢 來…我們來打開它 哇,這荷葉打開了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飯 這個飯中間白白的部分像什麼呀 台灣 有沒有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在稻田餐桌上面 一道非常重要的台灣飯 沒錯,這台灣飯啊 這淑莉就要來講囉 這個大家看到啊 我們啊 這空拍的畫面 就在稻田當中的一個大腳丫 大家有沒有覺得好熟悉 好像似曾相似啊 這個 理事啊 我們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 當初這個腳印啊 是怎麼來的 是怎麼來的 那淑莉知不知道 那齊柏林看見台灣的九個大腳印 她就在織羅這裡拍攝的 那個是舉世文 你看看 那個一個印象 也是看見台灣最主要的一個形象之一 原來就在織羅部落這邊 對 那這個大腳丫呢 這個大腳丫是後來這個電影 整個看見台灣都拍完了之後 我們部落為了要延續齊柏林 齊導演的精神是不是 對…沒錯 那當初是因為小農 希望能夠延續齊柏林 她愛地球愛台灣的這個概念 所以她設計了這個 稻田腳印餐桌的油層 那小農也希望透過這個油層 傳達他們對天對地的那種 敬重的精神這樣子 對 玉慧我們可以看到啊 其實呢 我從上一次啊 我們來到你們這一邊 因為路跑 然後呢看到你們啊 在推出來的油層 所有準備的這一些餐桌的食物 甚至為了富裕葛玉金 把葛玉金融入在這整個油層當中 事實上知道了你們的理念之後 我就深為感動 因為我覺得喔 能夠呢 在這個阿美族這一邊啊 這麼的用心 然後呢來建置這樣的一個稻田餐桌 除了讓大家呢能夠感受到啊 我們啊大地的愛 對 那另外呢還有就是富裕到我們啊 這個葛玉金 事實上呢這葛玉金啊 在台灣甚至在我們阿美族啊 曾經一度都已經快看不見了 對沒錯 都快消失了 可是呢因為啊 毒澱粉事件 讓大家意識到 我們不能夠再使用化學的 這些起雲劑跟塑化劑 沒錯 我們要回歸天然 我們要回歸到我們 找回我們的健康 所以那個時候 欸突然已經快消失的葛玉金 才又再度復活了 是 但是復活啊全台灣呢 知道這些好食物的 好食材的人 還是太少了 對 所以為什麼今天熟利來到這個 支羅部落 為什麼來到這個大腳丫的 這個稻田餐桌 最主要就是希望說 如果大家可以的話 我們一塊來認識 一塊來認識這個好的食物 尤其它就是在春天生長的 對 這個葛玉金啊 剛剛啊我們說了 我們平常啊其實呢 可以怎麼吃 它其實富含了纖維 然後富含了很多的這個 營養的這個元素 對 我們呢其實呢 蒸一蒸煮一煮就好像 對 蒸地瓜一樣 對 把它蒸好之後呢 事實上呢 煮這個鹽啊 沾這個鹽巴 事實上呢 就是我們早餐的一個 小主食 對 它不僅呢 這個促進新陳代謝 嗯嗯方便 順暢 對 其實它還可以煮料理啊 是 來玉蕙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可以煮成什麼料理呢 像我們會搭配豬腳 那因為隔壁筋算是比較耐乳的一個作物 所以我們會用這個隔壁筋搭配這個豬腳 來做這個乳汁的這個部分 乳豬腳 對 而且聽說呢這個隔壁筋放進去乳豬腳 怎麼滷喔它都不會爛對不對 對 而且因為它本來就是呢太白粉嘛 阿嬤時代的太白粉 所以滷出來的湯汁啊 還濃稠濃稠的 很有滋味喔 是 好另外還可以煮雞湯啊 對養生雞湯 那其實你們可能會覺得說 它是澱粉 那煮出來它的湯一定會比較 比較油膩 那其實不會 它煮湯以後它的湯頭是非常清淡的 可以試喝看看 好喔 很清淡耶 對 煮出來跟一般的那個澱粉煮下去的那個口感 完全是不一樣的 而且那味道滋味也太好了吧 是 它事實上喔 因為呢 沒錯這是一鍋雞湯 可是呢因為這個隔壁筋喔 它煮好之後 其實它就有淡淡的這個玉米的香氣 對 所以我發現呢隔壁筋啊 去煮雞湯 這整個雞湯變得這滋味 好香 是 而且好醇 好甘醇喔 對 這一鍋雞湯我 我沒有想到這個隔壁筋煮雞湯 這滋味這麼的好 好 那就全部帶走 打包 對 全部帶走 而且啊我們說了 它這個 這個隔壁筋在春天啊 淑壁常說了 我們呢春天啊要顧乾 對 而且要去濕氣 保健我們的皮跟胃 剛好呢 這隔壁筋啊對健皮 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所以這一鍋雞湯無論如何淑壁要打包 打包 哈囉民眾啊 你們看到今天熟利的氣象趴趴夠 不妨啊 也來啊 參加一下 這個油城 你就可以呢 來認識到 甚至來吃到 吃到我們葛玉筋的美食 另外呢這個偉豐大哥啊 你也要來說 因為呢 我們啊 之羅不止啊 有葛玉筋 其實之羅有三寶 一個是葛玉筋 然後另外呢 就是我們的稻米 稻米 對不對 這個稻米啊也很有意思 有DIY喔 來來大家看一下 這個都是您的作品啊 對 你把稻米做成一個腳丫 然後又做成了台灣 台灣 來大家來focus一下 來來來來 我們的偉豐大哥手上啊 這邊啊 您可以看到的 這個是台灣 有沒有 台灣原住民 對 還可以做成呢 這個腳丫 實在是太有趣了 但這個DIY啊 也可以來體驗是不是 對 大家就可以跟著你 然後用這個彩色的五股 來做 好了 那麼在呢 大哥呢 邊做這個他手上的這樣 你看 這做好之後 封好就會是一個藝術品 讓大家帶回家 就這樣沒有結束喔 這樣還沒結束啊 這是還 大家看起來滿簡單的喔 可是 我們還要再讓它變化 來 就只要用一隻筷子 往裡邊 戳一下 再戳一下 我們剛剛跳舞的三個妹妹 三個美女就出現了 就出現了 好有趣喔 很簡單 好了 那我們趕快也來看看了 在天氣上如何 來 從衛星雲圖當中呢 我們繼續來看了 事實上就今天的天氣上來說 其實天氣延續 這樣的晴朗 這樣的一個穩定 風場就不太一樣 昨天吹的是偏東風 今天吹的是偏東南風 所以今天天氣上會比昨天 更熱暖 再更暖 熱一點點 降雨非常的零星 我們從雨區預報 您就可以發現了 如果有雨的話 大概就是花東 恆春半島 甚至南部山區 有一點零星這種 零星降雨 或者是短暫震雨而已 那麼東半部地區今天 雲稍微多一點 但是陽光還是有機會透光 西半部幾乎都是陽光露點 陽光燦爛 尤其明後兩天的週休假期 大家要注意喔 因為甚至吹偏南風 所以更熱 明天大概全台各地 在這個週休假期 到下個禮拜一 高溫都是三十度以上 甚至接近三十三度 所以大家要多留意 這麼熱的一個天氣 吃喝我們的葛玉金茶 最減熱消暑了 當然了 禮拜六之後也要注意 因為金門還有馬祖 比較容易有霧 所以如果要搭機往返的話 也要多留意了 好啦 今天淑莉來到 我們獄裡的知羅部落 希望大家追隨我們的腳步 讓我們一起看見台灣 讓我們一起來賦禦 這個難得的養生的葛玉金 希望我們大家就一起愛地球 愛台灣吧 再把時間交還給韵海了